Hi 耶 今天这个视频有可能会有点背光 大家就不要嫌弃 因为这个地方其实是我的一个秘密基地 它是一个天台 就我非常喜欢这个天台的日落的景色 所以我经常会一个人来悄悄的看夕阳 看到我身后的日落吗 我今天不想在屋子里面跟大家讲书 所以我想到这里 一边跟大家分享我的宝藏日落 一边来跟大家讲我昨天刚看完的这本书 好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一物整理师 是一个韩国作者写的 他的名字叫金丸 这个作者他是在韩国出生 然后他三十几岁的时候去了乡村生活 之后又去了日本 在日本的这个期间 他就是对为逝者去清扫他们的后事 就是收拾他们死者留下的遗物这件事情产生了兴趣 于是他回韩国之后 他就创立了一个公司叫做Hardworks 然后这本书它里面就有11篇 他在Hardworks工作的时候 去为逝者收拾残局的一些画面和片段 他不是小说是真的 但是他的给人的感觉又很像是小说 其中第一篇是帐篷生活 就是他去了一个年轻的女孩自杀的房间 但这个女孩的房间很奇怪 一进去屋子就什么都没有 屋子中间有一个帐篷 这个女孩就像露营一样 回到帐篷里面 他并不是像小说一样 会跟你说前因后果 去挖掘这个人 你以前是干嘛的 死了之后又发生什么事情 没有 他只是跟你去讲 他走进这个屋子那一个片段 但是已经足够让你觉得有一些沉默的冲击的那种感觉 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提过 虽然我大学念的是英文系 但是其实我有修过法医学 意想不到吧 这是个long story 我当时修法医学 因为我有一阵子真的非常迷恋 侦探小说推理小说 我也想写推理小说 然后我就对这个非常感兴趣 如果大家想听我修法医学 这门课遇到的各种器官 意识的话 带不上扣医 以后跟你们分享一下 但是今天我们不是要讲我修法医学的故事 我只记得我们的老师是上海刑警803 当时在职的非常有名的一名法医 教了我们非常多东西 我印象很深刻的一句话 就是他说死者的气味是 你终身闻过一次 你就忘不了的 就是尸体的气味 他说是这种味道 就是你闻过一次一辈子 你就再也忘不了的味道 所以这个作者 他形容当你站在门外打开门的那一瞬间 开始进入去为死者收拾这个残局的工作的时候 他是从气味开始 所以我就突然就想到老师上课跟我讲的那个东西 然后第二个故事呢 就是分类回收 这个故事名叫分类回收 这个死者他是死了之后三个月才被发现的 我去整理他房间的时候 气味很浓嘛 就像刚才我跟大家讲的 这个气味是非常可怕的 而且这个死者他是把那个房间贴成一个像密室一样 他是烧煤炭自杀的 他就是把所有的缝隙全都用胶布贴满了 然后连下水道都贴满了 就是不想让这个煤气味给流出去 但他去收拾现场的时候 却发现呢 现场火炉的旁边没有燃火的工具 那他是用什么方法来点燃这个煤的呢 因为根据我的推测 通常这种警察什么的 他们虽然会来侦查 但是他们只会留下一些垃圾 他们不会是带走那种垃圾的 而且房东说死者家属他也没有来这个地方 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 于是他就去看到了门口有几个垃圾桶 他就去翻了一下这个垃圾桶 就发现纸类垃圾里面有火炉的包装纸和折起来快递 然后金属垃圾里面有金属喷登和煤气罐 也就是说这个女孩他在自杀之前 他还做了垃圾分类 他就是把用完的垃圾在煤炭一边燃烧的时候 一边扔到了垃圾桶里 他当时到底怀着怎样的心情呢 难道真的有这种在死亡面前依然格首功德的人吗 当我收拾完他的房间 然后来到楼下遇到了这个大厦的清洁工 一位房东说不能把这个事情告诉别人 其他的住客还不知道这个房间死了人 但是这个清洁工好像一直认识这个逝去的女孩 清洁工就说这个女孩是个很善良的人 每次看到他都会打招呼 作者就说在他眼里死去的女孩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 但是这个善良的人可能对自己并不过善良 因为他最终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可能他在生活中受了太多的委屈 承受太多的悲痛 但他依然与人为善 连自杀的工具都要做好分类整理 为什么他不能把这份善良留给自己呢 接下来一个让我觉得很荒唐的一个case 这个case叫做一场肮脏的梦 他的这个委托是去 他到了那个房间 这个人死了 死了之后呢 他留下了一屋子的什么呢 一屋子的尿 但这个尿呢 它不是在地上的 装在瓶子里的 门打开的瞬间 我们看到了成队的垃圾和塑料瓶 一时间震惊到无法开口说话 看到打开门的这幅光景 我们正想闭着眼睛离开 这里有装有小便的塑料瓶 不止五十个 三千个或者五千个都不止 这是一个两层的house 太荒唐了 结果呢 他就在两天之内去处理这个房间 到两天之后 房东来的时候 东西已经全都倒干净了 这期间就是对于他如何去拧开 这个如何恶臭的这个尿骚瓶子 然后去倒掉 他做了比较详细的描结 这边就不跟大家携手了 总之两天之后 委托人再来的时候 这房子就清理干净了 就你无法想象 普通人他怎么做这个事情 但是对于这个作者来说 他去做这个东西的瞬间 他说觉得这是一场梦 他书里说 想来这确实是一场 不怎么干净的 连味道都令人作呕的梦 一旦把它当成一场梦 我的心情就变得轻快起来 就是他看待 去收拾逝者房间的这个事情 跟我们普通人去看待 他的方式好像并不是那么一样 这种奇怪 但是又非常微妙的感觉 就蔓延了这整本书 然后第三个 让我印象很深刻的case 就是地狱和天堂的门 他收到一个年轻女孩的电话 让他去收拾一个房子 说这次他收拾的不是有人死过的房子 而是有猫死过的房子 在电话里就支支吾吾的 说猫可能死的有点多 然后这个主角就问 那到底是有几只呢 可能是七只还是八只 就是那个女生就在电话里面 不清楚 于是根据约定啊 这个主角就来到了商用大楼 他打开这个门进去的时候 就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因为动物死之后 肯定会遭到来苍蝇嘛 就是这些苍蝇会把尸体当作养分 就大量繁殖 那蛆就会去把这个尸体给啃食掉 所以当他打开这个门 进到这个房间的时候 我看到两个巨大的铁笼子 然后铁笼子里面的猫已经不成样子了 就只剩下一张张扁平的猫皮 周围全都是没有发育成虫的红色的苍蝇卵 就是这些蛆已经把猫都吃完了 你知道吗 那这个场景就冲击力很强 但是这个房间奇怪的是旁边 还有吃剩的炸鸡的骨头 还有披萨 壳 到处都是那种人为的食物垃圾 然后还有那种消臭剂 就这个味道倒不是很重 刚才我跟大家讲了 如果是有生命在这里逝去的话 这个味道是冲击力非常强的 但是这个房子味道不重 是因为一直有人在喷出臭剂 就是说当有人知道这个猫死 他又不想去处理 他就一直在喷东西 你知道吗 喷倒觉得实在是自己处理不了了 又是打电话就给这个主角 让他来收拾 那是什么样的人 做了这样的事情 这个人长什么样 不得而知 书里并没有说去描写 而说陈述了他所看到的这个场景 做这个工作的这个作者 他是一个非常喜欢猫的人 他家里也养猫 所以可想是他看到这个冲击 整个人就感觉整个人都不好 所以他后来决定 就是给动物保护团体打电话 因为这明显像是养了猫 但是又在虐猫的这种感觉 那这三个就是 让我印象很深刻的case 前十一个都是他记录他的一个 现场的一个史诺 但是他写的一点都不像那种纪实 文学 他非常的 有点像一种小说的艺术 然后我有看这个作者介绍 他说大学 他可能攻读的是诗歌转业 所以他如果有写诗的 你难怪就会把这个意境描写的 让人觉得非常的微妙 前十一部就是介入现场 然后后面的还有十几篇 是关于跟现场无关 而是他做这个事情以来 遇到的一些人和事 当记者和媒体知道 有这样的职业的之后 就很多人就去拜访他 想要采访他 甚至有那种电视编剧 带着秘书想去采访他 因为我后来就是有一部韩剧 好像也是叫 我的职业是 一无真理师 我记得有这部韩剧 然后之前还挺火的 然后好像是挺脆类的 读完这本书的感觉呢 不会说是那种 让你觉得痛哭流涕 更不会是那种 让你觉得好像 因为是跟适者有关的事情 觉得特别的可怕 或者是恐怖 都没有 都没有这种感觉 反而是和尚说的瞬间 会让你有一种 心里好像被什么东西填满了 似乎是 领悟到什么的那种感觉 你看到那些逝去的人 你反而会更珍惜 你现在的当下 觉得只要活着 什么都会好起来的 只要你还活着 你就是 可以看到那么美的日落 like this 所以希望 疫情都快点好起来 大家再坚持一下 我们都一起坚持一下 送给大家今天 这很漂亮的夕阳做Ending 拜拜